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某一生 尽心竭力 上对得起天地 下对得起江湖兄弟 如今陷入重重阴谋 无从变弃 高某 无愧于心 信也好 不信 多说无意 没错 我大哥无愧于心 你们若不信 咱们用刀剑说话 来呀 高某大好头颅在此 尽管来取 今日我与大哥同生共死 我就不信你们这些无核之众 能把五湖盟给拼了 与王主守将共死 与王主守将共死 好啊 就凭刀剑说话 想用武裂压人 没听说过 邪不压政吗 我们这千百英雄在场 还怕到五湖盟吗 我儿惨死鬼谷之手 我留这条老命做什么 高崇 你这银狠独辣的禽兽 五湖盟和你拼了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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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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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 师叔 咱们真的不管吗 师叔 此事疑点重重 我看高盟主 的确像是被人所害 爹爹他不在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 走 师叔 那清风剑派 不是跟高崇隐没故交啊 没想到啊 第一个脚底抹油的 居然是他们 这高崇为何还不出手 都到这般田地了 你还伪装什么 不 我不会做的 高崇肯定有什么奸机 大家一起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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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师父报仇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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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你是何人 若非高宠一派 我助你救出张小公子 我是你老子 你 上 成林 小心 你没事吧 大哥 哥伯伯 哥伯伯 成岭 带成岭走 带成岭走 带成岭 如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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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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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拉尔 大家都住手 大家都住手 住手 大哥 收手吧 大势已去了 我求求你 就把琉璃甲交出来吧 二哥 你在说什么呢 五弟 你还理不清吗 你这是在帮他们 你是要害死他 高崇 你多行不义 自行灭亡 五湖盟受你连累 百年名声 惠玉一旦 现在难道 你还有这么多人 都为你的罪孽陪葬 脱快交出琉璃甲 对啊 交出琉璃甲 交出琉璃甲 都给我闭嘴 何时轮到你这个狗东西 问罪我大哥 贴政如山 在座的各位 哪个问不得他的罪 黄战甲 黄长老 丐帮一向 一言九鼎 我希望今天你能给我做个证 只要我大哥交出琉璃甲 就要保他性命 我愿意三尽加散 陪他出家 从此不再过问江湖时 黄战甲 黄战甲 我求求你了 二弟 不要给磁灯小人跪下 起来 大哥 五湖被已经倒了 五湖谋也要散了 你别执迷不悟了 你想想小莲 你难道要让他背负着我们的罪孽 活下去吗 二弟 起来 大哥听你的 我把琉璃甲 我把琉璃甲交给他们 大哥 你不能啊 五弟 好好照顾我闺女 让她 让她过普通人的生活 大哥 万万不能啊 五弟 三弟 我把琉璃甲杀鸣 哪有 小莲 famil 我把琉璃甲杀鸣 撤上 把琉璃甲杀鸣 把琉璃甲杀鸣 我们也不曾遇到 劈受罪 你们这些砸碎 使出千万倍劣手段 就是想让高某交出琉璃甲 是吧 我高崇被奸人所害 百口莫辩 今日高崇 与五湖盟断绝关系 以此明治 这琉璃甲危害江湖 危绝后患 高某今日 就毁了他 不要 宙公 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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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伯伯 高伯伯 成亮 高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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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伯伯 郭伯伯 师父 您确定不去英雄大会 直接打到灰府吗 今日各方浩杰齐聚英雄大会 正是咱们扬名列万的好时候 如此盛况 师父怎能缺席 再者说了 您和高盟主如此的关系 这咱们是不是应该 闭嘴 我说回山 这咱们是是大吉兔的 您是当时的 是一大吉兰的 您拥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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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吃点东西吧 谢谢师父 对了 师父 温叔呢 你先吃 他就吃了 他就在外面 我去找他 阿絮 阿絮 我是个恶人吧 心地向善 便不算恶人 只许你算计别人 被别人算计一遭 就这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没出息 还不如我那徒弟呢 我这次算是栽大了 幸灾乐祸地去看别人的戏 没想到 自己也是戏台上的一员 你说 我这算不算聪明反辈聪明误啊 你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这叫蠢财反辈蠢财物 周大人 你聪明 你看明白了 这局环环相扣 一定有个幕后之人扯动千机 甚至不止一个 我一时之间 还看不出这个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难道不是为了琉璃甲 不止 无论如何 这次高崇身败名裂 五湖盟也一蹶不振了 未必 相较于高崇 赵敬在关键时刻以退为继 扮猪吃老虎 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我记得在天窗卷宗里 赵敬除了有个绰号 叫赛孟长 还有一个 便叫赵玄德 当时并没有在意 现在回想起来 他这招 哭哭啼啼以德服人的造作表现 可真是堪称一绝啊 赵玄德 谁起的 可真够坏的 都快赶上你了 我坏啊 温大善人 我可对你留着情面了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真相难得不局不易 一个人再怎么挖空心思 步步为营地搭建平衡之道 人算终究逃不过天算 要破掉一个精密的局 太容易了 有可能因为一时间的人心向背 也有可能 因为一场雨 再深沉的局 也会有破局的一天 只要耐心地抽丝剥茧 最后 总会找到那个破局之人 所以真正完美之局 依视而动 时刻变换 控局者需要做的 便是看准方向 给予那么适时的一推 人心难测 人性却易测 贪欲无极 人知本性 这是世间颠扑不破的真相 老温 你不要再以为自己能够看透人性了 先是安极次贤 后是高崇 你错得还不够多吗 一味的偏执 误得只会是自己 人性固然有贪欲挣扎 那又何尝没有信节高益呢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说了 你帮我吗 你说了 我才能够帮你 我要 我要不属于这世间的痴魅王良 都滚回他们的十八层地狱去 以高崇武功之高 完全可以逃走再谋出炉 但是没想到 这五胡碑一塌 他就全然崩溃已死谢罪了 哎 人都死了 那不是满盘皆输了吗 义父 您还真是算无一策洞察人心啊 刚者一折 脚者一污 高崇身上背负的东西 已经压了他太多年 而义父这盘棋 也陪他下了二十年 压死他的 就剩那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好了 我赵敬功行圆满了 只可惜呀 还有点美中不足 还有什么美中不足啊 我千算万算 却没有想到 被皇长老出来摆了一趟 让桃红和绿柳 把高小莲给劫走了 仙儿已经派人去追了 义父 这高小莲 要不要灭口啊 万万不可 我要让他活着 而且要好好的活着 他现在就是我的一面活招摆 他过得越好 就越能彰显我的大仁大义啊 好 仙儿听你的 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 要不是你用古术 将邓宽迷得毫无心知 想搬到高崇 还真没那么容易 不过你看看高崇那些弟子 一个个忠贞不二 尤其那个宋怀仁 我对他那么用心 可没想到 他是一个双面细作 我 我早就说过之前那 那信送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义父你还不信 你还说他为义子 为这事 还跟我打吵一架 还生我气了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看到了 仙儿说的是不是对的 仙王原来是你 吓我一跳 义父叫你来的 是 琉璃甲给我吧 前慢 你可有义父的号令 印信 本王都亲自来了 还要什么印信 事关重大 不可轻忽 义父只让我 夜到此物出来 可他从没说过 要我转交给你 你说什么 没有印信 这东西我是不会给你的 你我同为义父 做下心腹 本该 算了 你走吧 你 本该你死 我活 本王的谋局 岂容他人染指 成就大业 有我一个就够了 汐儿说得没错吧 还好我把宋怀仁给宰了 要不然义父 您的琉璃甲和计划 可全泡汤了 好了好了我错了 汐儿 对不起 以后义父啊 就只有你一个好儿子 琉璃甲呢 这是义父的信任 我随时都带在身上的 汐儿啊 义父的身家性命 可都交给你了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 我唯一信任的人 还有一件事情 你得去办 义父随便吩咐 慕思远那个蠢货 还是要好生安抚 以后还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慕思远之头蠢驴 武功稀松平常 蠢奔如牛 长得又丑 留着他有什么用啊 汐儿啊 你想想的羊群 羊群的习性 只会愚不可及地挤在一起 但凡有一只头羊出来引路 其他的蠢羊 就会一拥而上 哪怕这只头羊去的是狼窝 五湖盟就是这个羊群 而慕思远 就是义父的头羊之旋哪 我总是不如义父目光深月 总之 以后我什么都挺义父的 只要你我父子同心 这江湖 这天下 这武林 早晚是你我的囊中之物 好 秦怀章的徒弟 没想到你武功不行 跑得倒挺快 让我好找 前辈 又见面了 什么又见面了 我一直追着你呢 只是这家伙太难搞了 被他拖了后腿 才把你跟丢了 师父 成岭 这位是叶白衣 叶前辈 前辈 这位是小徒成岭 傻了吧唧的 一代不如一代喽 我家孩子再傻 也总比那些张嘴就不说人话的老妖怪强多 你家孩子 怎么 你也是四季山庄的人 那里面是谁 那里面是谁 你希望里面是谁啊 你 你希望是谁那就肯定不是谁了 算了 算了 你个脸比小白脸还白得蛤蟆精老妖怪 也不知道自己几斤脊两敢跟我斗 出去啊 阿絮 你别拦着我 等等 等等 走 算了 算了 叶前辈 你们看 外面下着雨呢 能不能挑个晴天赛斗鸡啊 老温 放开我 放开我 傻小子 你以为里面是谁啊 我以为是小莲师姐 成岭 他们要在高小姐身上 找到琉璃甲 只要一天这个关系不破 他们便不会伤害她 我们自有时间 再去寻她 我都差点忘了 阿絮还有个流浪在外的徒弟媳妇呢 这个自然是要去救的呀 龙少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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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兄 不过 刘梨甲到底落谁手里了 没人 没人 那撕在临死前 说刘梨甲已经被他毁了 我才不相信 可是身上确实没有 怎么可能不在呀 我们奔忙一场 所为何来呀 高崇的尸体呢 五湖盟抢回去了吗 尸体 哪还有什么葫芦个儿的尸体 都被那些疯狗撕碎了 可是确实没有刘李佳 五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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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大哥尸骨未寒 你要把这摊子都留给我吗 我留下来干什么 我哪儿还有脸留下来 如果不是我惹是生非的话 大哥他不会 五弟 如今五姓兄弟 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你如果再走 五湖盟就真散了 小莲还在外面流浪 大哥临终前告诉我 让我一定把小莲平安地带回来 和盟上下都会努力寻找 要知他也出去找了 你听二哥的 别走 五湖盟不能群落无少 你给我留下来 我走 必留着好 如果我能找到小莲的话 我会把他带到大孤山珠海 从此再也不回这个伤心之地 二哥 五湖盟 五湖盟 就委托给你了 兄弟没用 对不住 我会把他带到大孤山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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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崇 高崇这次老谋深算 他是预兆了 英雄大会恐生变故 又怕珊珠无力自保 才会把琉璃甲留着自己保管 管他真的假的 让汐儿先追上去 把他做了 万万不可 我要珊珠活着 你如果擅自行动 别怪义父无情 是 你要体谅义父的用心 义父隐忍半生 终于要扬眉吐气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顾舅 在旁作证 那我这一路走来 不等于锦衣夜行 谢耳见证义父一路走来 你怎么算 你和我 都是一家人 一心同体 不算旁人 这个名单上的人 要处理干净 守法务必酷劣 不留一个活钩 鲜儿 我要你懂得 奴役人心的 不仅仅是贪婪 那是什么 请义父赐教 是恐惧 请义长的徒弟 有吃的吗 前辈 我有名字的 我爱叫你什么 就叫你什么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那 前辈说得是 说得是 吃的呢 这是什么呀 这是人吃的吗 成岭 你家可有四十卷版的 说文解字 有 有吧 那神赠鬼焰一词旁的解说绘图 配得是不是这幅尊容 之前还听到 谁在豪渊壮语地要什么真相 被人耍得团团转 被卖了还帮着数钱呢 怎么有脸在这儿胡吹吹 小子 你家那说文解字里头 一笑大方这个词 画的就是这幅尊容吧 想要真相 你以为真相是兔子 守着一棵树自己就撞过来了 想要真相你去找了吗 你知道上哪儿找吗 你找得到吗你 你 还望前辈不吝辞教 你以为高崇千里迢迢 把这臭小子请过来 就是让他在英雄大会上 说几句不嫌不淡的话 龙渊阁在他老爹手里呢 勉强还算个戏班子 可如今的龙渊阁主四个字 已经一文不值了 这臭小子有什么用啊 老妖怪 别卖关子了 你抓他来做什么 闭嘴吧 小蠢货 他就是一把钥匙 钥匙 你不是想弄清楚 容炫和琉璃甲二十年前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吗 龙渊阁就是打开 那些往事的钥匙 我为什么会想知道 容炫和琉璃甲的事 等你活到了我这把年纪啊 你就清楚了 有时候想知道 一个人想要什么 并不是什么难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